好 巴黎奧運這次中華隊 他們在賽場上面獲得了很好的成績 那大家都相當的振奮 今天下午最大的重頭戲 所有台灣人都在關注的 就是下午3點開始要展開的 奧運英雄大遊行 那包括在總統府外面呢 很多的民眾都已經陸續的聚集 很多人是一早就已經來到這裡來準備 不過時時時刻在總統府裡面 最重要的重頭戲就是現在 總統賴清德正在跟選手們 來進行致辭免力並且接見 那總統他也穿上中華奧會的外套 跟選手們來致免一時 感謝大家在奧運期間的付出 來聽一下 賴清德怎麼說 你的對手整理他的衣服 你實在是太感心了吧 給人很感動 大家都以你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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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也要代表國人感謝 包括郭姓淳 包括唐嘉鴻 包括李孟遠 還有包括吳思怡 陳恆 為我們真的五面的銅牌 每一個人的表現都非常非常傑出 其實不滿大家講 在你們成績最後出來之前 我一直都認為你們應該就是金牌 那表示說這一次沒有的話 2028年繼續努力 另外我要代表國人感謝 為國征戰多年 然後為國爭光 巴黎奧運 巴黎奧運是最後一步的幾位選手 包括莊志淵 包括李楊 包括戴之穎 包括謝淑薇 都令人非常謙佩 因為這幾位選手都是為國征戰多年 在國際上 好 我們可以看到 總統他現在是非常感謝說 桌球教父莊志淵 他剛才其實在這個場廳的時候 他也特別到樓下 去跟他一起吃法式的甜點 感謝他為台灣桌球界做的一切 可能這是最後一次的奧運 當然對有一些選手來說 他們四年後還可以再戰 但不管怎麼樣 這一次巴黎奧運 真的都要跟他們說一聲 辛苦了 可以看到總統在他身上 他別的是珍奶的勳章 這一次在奧運賽場上的場外焦點 就是很多的選手 就別的這樣勳章 在社群上面打卡 當然很多人都要這個勳章 非常的可愛 外型也比較特別 很有台灣的元素 當然總統今天穿上了 中華奧會的外套 同時也別上了這枚勳章 很多選手其實今天也帶了這個東西來 當然他們很開心能夠到總統府來 因為這一次總統府首度的邀請到了親友團 一起進入到了總統府 跟他們享受這個榮耀的時刻 當然在現場除了賴總統他的支持之外 等等副總統蕭美琴也會到台上來 包括還有中華隊的選手 也會到台上來致感謝詞 那總統現在還在進行勉勵 我們來聽一下賴欣德的說法 都非常精采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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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